好可愛 他好可愛 他臉真的超紅的 而且你頭上還有毛巾穴 脫毛 腦袋不許有穴 好啦,臉紅心跳啦 謝謝馬太 謝謝大家 謝謝 同樣的也要請Peter來一下 出個問題考考我們女大生 女大生有包括大總愛跟兵棋部 有 真好可以跨界 跨界 對 我們演的角色叫... 就是那個少爺 對 然後呢,他有瘋狂的戰友欲 然後呢,特別特別愛夏末 那如果你們人生當中呢 如果那個男的你們男朋友 是一樣這樣子讓你喘不過氣的話呢 你們會跟他說什麼話 或者去做什麼事情讓他軟化一點 欸,我看不懂耶 這個... 加倍戰友 對啊,就是比他更戰友你 然後他管我就管你更多 把你嚇死,把他嚇跑 我覺得大總愛真的很適合你耶,Peter 來,大總愛 每天滿足他 我的話,我就要每天把他滿足 趕快餵飽飽 他就不會來跟我煩了 哈哈哈哈 哇,我覺得你是一個好願意付出的人 剛才兩個都選一三五二四六 然後這個又每天滿足他 哈哈哈哈 好,平起步這是什麼 每...把自己灌醉好了 哈哈哈哈 就每天都把自己灌醉啊 那他怎麼... 你這個辦法太實際了 對,對 對啊 演得見為敬 對啊 而且就把自己灌醉 他想對我幹嘛 隨便他 對啊,反正你都醉了 來 所以今年得獎的有兩位大總愛 比起步,一起出列 好哦 來,我們的Peter 怎麼樣 就對著他的眼睛 對著,來 四目相交,你要跟他說什麼 就是一次遇到兩個鬼 哈哈 Peter 不要碰 都差很強 不要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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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吳語 說什麼 吳語 吳語 那另外一個更吳語的 來,來,大總愛 大總愛 十秒,十秒鐘 來,你要說什麼 沒有什麼話好說 下一部戲就簽我囉 但是 那這樣我要讓你演出一個男的 還要演出一個女的 我要靠你 OK OK 好 好 那Peter必須在兩個當中選一位 抱起來,新娘抱轉一圈 哦 好啦,我來抱了,我來抱 好,來,來 好,冰淇步破旋 好,冰淇步,抱完以後 下來要跳那個冰淇步的舞步哦 好 等一下,等一下 OK Peter他的表情不但是在臉上 他手是這樣 僵硬,整個成那種舞爪這樣 不是要把他掐碎 好醜 我剛剛看到他已經不知道要掐哪裡了 好醜 來 Action 真是一個專業的演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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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要出去 要出去 他忍不住 去 去 真的 距離 他剛剛應該把他忍不住了 真的,出去了 你還給我對嘴很煩喔 小時候看就認出去了 這是Peter最難過的一次戲劇經驗 謝謝兩位 憲哥還好嗎 還好 等一下要去收金一下 結婚拜拜 不過今天我想兩位戲劇天好天后 這麼難得來到我們節目 大家好好地聊一些政經 忘掉剛剛的不愉快 對 有什麼問題就進來問 來 台大法律師姐弟 好好問個問題 我想要問 來 好 就是因為我常看你電影 然後你每一部電影的角色 其實都差滿多的 然後有 就是有驚悚的啊 然後也有 純愛那種浪漫的愛情劇 你是怎麼揣摩那種不同的角色 大S也曾超叛逆 拿命跟媽媽抗議 我為了一件事情 跟我媽起了一個非常嚴重的爭執 當時就是 我是在讀國光義校 他們的那個校風 跟我的個人行事風格 自由派比較不一樣 想要轉學 那要轉學的時候發現 欸 國光義校是國防部的 他只能轉中正義校 或者是護軍關校 然後我媽就堅持不准我做這個選擇 在車上就是 他說他的我說我的 那個時候在那個高速公路上 然後我就 哇 我也不回了 在路上走 大學生了沒 但是還有一個劇本的時候 我就會把自己心裡的那個個性 挖出來放在那個角色裡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吧 譬如說你演一個很搞笑的人 那每個人身體裡面 都有一點點搞笑的因子 你就把它放大 然後演一個很陰暗的人 很陰沉的人 你就把那一面挖出來放大就可以了 那你問哪一部分是比較難 要比較多準備時間的 嗯 比如說哪一種個性 是你比較難的 我覺得最難的就是呢 那個導演 他不告訴你 你要挖出你心裡的什麼東西 然後他不讓你準備什麼東西 然後你到現場 你也不知道你的劇本是什麼 然後去了之後呢 他就把你丟進一個地方 然後就說 快要演的時候喔 你就處在很恐慌的狀態 他就會說 等一下你的鏡頭是這邊到這邊 然後你就開始哭 然後你的台詞是什麼什麼 然後現在有人要殺你 開始 就是這樣 然後我就要開始 我也不知道我怎麼搞 就是有人要殺我 我就很害怕 那種我覺得是第一可怕的 他對每個演員都這樣嗎 那個導演 不見得 他如果說要讓一個人知道 他下一步在做什麼的時候 他就會告訴你 你等一下是要做什麼 但他不想讓我知道 我要面對的是什麼 所以他就真的不讓我知道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多導演 他們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來帶領演員 比如說很像大家是講這種的 就是可能就是 讓他不要有什麼 預設的想法 預設的理想 對 那很像徐克導演 我以前 我很久以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梁柱那個電影 就是楊彩迪跟吳其龍的 然後當時呢 我本來是演一個路人甲 後來徐克導演就讓我去演 裡面一個角色 叫亭旺春 然後呢 他沒有告訴我 我喜歡男生在裡面 他沒有告訴我 我喜歡吳其龍 但是呢 拍我特寫的時候 他就一直跟我講 去想像 對面那個就是你心裡 很久的女孩子 然後就露出那種 哇 很愛很愛的眼神 然後結果 等我回到加拿大 去戲院看的時候呢 你才知道 然後我是看個吳其龍 對 因為你是對吳其龍在放電 對 所以我覺得很多導演 他們有不同的方法 這個當然我們要請 兵其部先來問一下 我想問我老公 就是 誰 他在哪裡啊 他剛剛把我抱的 哈囉老公 就是你這次身兼製作人嘛 然後又身兼演員 會不會壓力很大 呃 會會會 抱他的壓力比較大 那你壓力比較大 這一次當製作人呢 因為要管很多東西啊 譬如說 要去找劇本 然後要去找 呃 知青 要找演員 找導演 然後呢